并列垂瓜 也不能够让他们两个就是 粘得太紧 一个男的要发誓 他要把手放到另一个男的 蛋蛋上面去 哈喽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什么呢 那就是 蛋 我之前看到规则新闻 就好玩物明星 乔治克武尼 他做了一个手术 就是让他自己的 蛋 做了拉皮手术 事实上我也觉得 这么皱巴巴的 毛这么多的 也真的是非常非常丑 所以医美的魔爪 能不能够伸向男人 然后男人也内卷起来呢 那说到蛋呢 我相信大家脑子里面 一定会出现就是 这是两个蛋 但其实这个世界上呢 还是有很多人 天生有多于两个蛋 可以有三个 甚至是多于三个 那你知道到现在为止 世界纪录记载的 最多蛋的数量是多少呢 欢迎在蛋幕里面 打出来猜猜看 三 四 我这个袋子都放不下来 那你们知道这个蛋 比身体其他部位的体温 要低一点吗 我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所以确实呢 是比这个室温 比我身上的气温要 温度要低一点 我又没有 为什么要对比他 我自己温度 蛋的体温会低一点呢 其实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它就是一个产生 金子的地方 金子的工厂 而低温冷藏 是不是更新鲜呢 听到这里 如果你用手 看来看温度 是不是比其他部位更低 请用另一只手 在蛋幕里面扣1好吗 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男的是有两个蛋嘛 那你们知道这两个蛋并不是并列摆放的嘛 并列垂挂 其中一个的位置呢 是比另外一个更低一点的 通常来说啊 就是左边的蛋会比右边的位置要稍微低一点点 之所以这样子呢 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两个蛋能够稍微分开一点 它们的温度可以分开调节啊 而不是一直在一起这样子的温度就会趋于完全一样了 除了位置有上下之分的话 你们知道大小也有左右之分吗 那你们可以在蛋幕里面再猜一下 到底是哪一边会更大一点呢 并不代表说左边垂得更低 也就意味着它更重一点 一般来说 右边会比左边的体积要稍微大一点点 虽然我用一些比较搞笑的方式来说这个东西 但是它从古至今承载的一些意义 非常大程度的反应了 非常严重的性别歧视的问题 西方中世纪的时候 未成年的男性呢 会被爸妈把左边的蛋蛋给去掉 就剩下这样子一个蛋 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右边的这个蛋是有生殖的功能的 而左边这个蛋呢 是会让男性变得更加女性化的 所以他们就会在趁男性成年之前 把左边的蛋给移除 只剩下一个蛋这样子 同样也是在西方很久很久以前 一个男的要发誓 他要把手放到另一个男的蛋蛋上面去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就是因为蛋在英文里面是叫 Testicle 这里不是说球那个男子 Testicle这个词是来源于拉丁文 它本意是见证的意思 而在古罗马时期 男的上法庭的时候呢 也是把自己的右手放到自己的蛋蛋上面去 按住 然后再发誓就是说 我说的全部都是真话 现在我们看美剧他们上法庭宣誓就是自己讲真话的这一段的话 基本上都是把手放到圣经上面去 也正是因为这种规矩 所以那个时候女人是不允许上法庭的 因为你没有蛋嘛 就你没有蛋你就没有办法按着自己的蛋发誓宣誓 如果大家还是知道其他由蛋而引起的性别 其实呢欢迎在弹幕里面或者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之前呢我做过几期内衣的专题 其实很大的重点就是你要选择棉质的宽松的内衣 这个对于女性来说是一样的 对于男性也是一样的 就你不要让这块的肌肤包裹得太紧 完全不能透气 也不能够让他们两个就是粘得太紧 相信大部分男的我应该知道了 毕竟我也没有这个东西 大家可能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蛋疼到底有多疼呢 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没有这两个东西 不过引起蛋疼的因素还是有很多的 比如外伤踢到打到 这个撞击到啊 男生从小到大都有这种类似的经历 走过去不小心撞击到了 那也有稍微严重一点的 可能是跟感染的细菌病菌有关的 不过这种呢通常伴随着其他的症状 比如像发烧啊恶心想吐之类的 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蛋的扭转 不是这样子扭转啊 是单个单个这样子扭转了 大概扭转了180度左右吧 我这次才知道原来扭转起来也是一种病 那更严重的呢就是癌症了 所以大家平时也要多注意一下自检 定期的去医院检查 定期的自检 比如你的蛋疼上出现了一些不明症状的肿块啊 然后无缘无故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沉重感 有一点痛感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表情 我也不会有这种体验啊 如果是这种感觉的话就请立刻就医 好了 那以上的就是关于淡淡的一切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准备各种考试 所以脱根了好几次 之后的话也会更新的频率更多一点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嘛 拜拜